政府扩大冠病疫苗接种群体 允许孕妇和正接受治疗的癌症病人接种 针对一些病人担心 这可能会降低癌症治疗的疗效 受访的肿瘤科医生表示这是个误解 也有妇科医生鼓励孕妇接种疫苗 这不仅能保护孕妇 胎儿出生后也会有冠病抗体 来看记者李正义的报道 胡慧芬目前怀孕33周 预计一个月后临盆 她现在育有一名三岁儿子 所以希望能尽早接种疫苗 受访妇科医生表示 孕妇抵抗力较弱 除非出现流血或心脏疾病等症状 她鼓励健康孕妇施打疫苗 受访肿瘤科医生则表示 癌症患者如果染上冠病出现并发症的几率可能增加 所以不少病人已主动询问是否适合接种疫苗 我们就会推荐尽可能在化疗开始的两个星期前 把所有的疫苗都完成 如果化疗疗程非常的长 我们一般上会选择完成化疗后 通常过了10到14天白血球复原后 趁那个机会让病人打低针 正在进行激素治疗的癌症病患目前已经能够接种冠病疫苗 专家团体表示正在更新有关指导原则 并且在检讨曾经出现过严重过敏性反应者 接种疫苗的指导原则 检讨工作预计两周后完成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增一报道